中共新華社27號晚報導 中共26號到27號 在北京舉辦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 學習習講話 仍二十大專題研討班 習近平在會上講話 習近平稱 中共二十大將謀劃中共未來五年 乃至更長時間目標任務和大政方針 將明確宣示中共舉什麼旗 走什麼路等等 這個研討班 開在二十大召開前幾個月 又是傳聞 可能月底秘密舉行的北戴河會議之前 時機微妙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對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透過這個講話 是為二十大定調 亦標至中共二十大前 人事鬥爭進入最激烈階段 北戴河優價時間應該差不多 據官媒報導 習近平這次是在高官學習 習近平自己的講話班上 發表講話背後的動機引人關注 習近平在研討班並沒有提連任兩次 但整個講話都是圍繞著這一核心問題進行 根據新華社通稿 習近平講二十大在關鍵時刻 召開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並點名事關黨國繼往開內和前途命運 發講7月28日發表文章評論表示 習近平著力點是繼往開內 即如何接班的問題 由於習近平取消了任期制 二十大最高領導人的接班 其實就是自我接班 這篇講話可視為 是習近平的繼任宣言書 在此關鍵時刻 習近平要將地方和中央各部位的主要領導人 超視他將在秋季二十大上成功連任 27日 習的親信之日 現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 在《學習時報》發文 帶談政治建設 稱最重要的要求 是堅決聽從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指揮 並要求官員 做到感情上擁大核心 思想上謹根核心 政治上忠誠核心 行動上捍衛核心等等 習近平講話中又講到 他擔任中共總書記以來取得的所謂成就 劃分為他的新時代十年和過去五年 其中講話重點 放在第二屆任期 致應極不尋常 極不平凡 說他帶領中共越過驚途駭浪 列出的成績單包括 配受質疑造假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 和全面脫貧 以及中共不斷挑釁的台海穩定 和更有狼外交惡名的大國外交等等 還包括配租國內外救病 甚至譴責的成就 所謂對香港的 有效實施 決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制權 不過 對於次生災難巨大的清零政策 習近平罕見 沒有強調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 只是說統籌經濟發展 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在清零政策深度打擊之下 7月公布的第二季度經濟數據顯示 中國經濟出現28年首次萎縮以來 最低的增速只有0.4% 而這個數據仍然被質疑是有水分 6月份 16至24歲的城鎮青年失業率攀升到19.3% 創下了身高 長期被一些人士指 和習近平不合格的李克強 最近頻頻出手舊經濟 並被捲入 習下理上的傳言之中 但這次李克強在主持 這個省部級高官 研討班開班式時 有一個正式的向習近平表忠姿態 他說 習的講話深刻展述了過去5年工作 和新時代10年的偉大別甲 李克強還說習近平講話十分重要 科學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形勢 具有很強的政治性、理論性、指導性 他並說 將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習近平總書記 還要講話精神上來 但央視畫面顯示 習近平講話的時候 李克強在主席台上 似乎看起來不是太高興 掌管中共意識形態的常委王滬寧 就在結業式上 講出了李克強沒有講的話 要堅定不移 維護習近平的全黨的核心地位 唐靖遠對大紀元分析說 習的講話說堅持以米克斯主義 中國化最新成果為指導 這樣顯然 只是特別指出是習近平思想 而習近平提出 二十大要明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 這個提法指代的就是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的路線 而鄧的路線覆蓋江澤民、胡錦濤 習近平再次提出來說 意思就是 我們要重新考慮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了 鄧小平路線這一頁應該是回過去了 至於習近平在講話中說 從他上台的十八大開始進入到新時代 這個重新斷代 早在去年六中全會就提出過 唐靖遠認為 這是習近平為謀求連任精心設計 在北大河會以前正式揭開的標誌性動作 習近平擺好姿勢出了招 反習的一幫怎麼接招還有好戲看 中共二十大前人事鬥爭及信號也一一浮現 中共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稱 蕭亞興涉嫌違紀違法被調查 外界注意到官方通報指稱其違紀違法 並不是常見的嚴重違紀違法 另外還稱其為同志 蕭亞興最近一次公開延伸是在7月6日 主持第八屆金磚國家通訊部長會議 他最近一次出現 在公開報導中的時間是7月21日 當時中共官媒報導稱 蕭亞興近日為工業 和信息化部機關黨員幹部 講授專題檔課 7月7日公信部官方微信公眾號 也推送了上述消息 7月27日中共官方公佈 中央和國家機關代表會議 選出的293名出席20大的代表名單 《香港星島日報》28日報導 中共官方公佈的名單顯示 幾乎所有中央部位一把手 都是20大代表 獨缺近日不利傳言前身的 公信部部長蕭亞興 另外央視新聞聯播畫面顯示 蕭亞興亦缺席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 更加引發外界的各種猜測 中共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 7月26日到7月27日在京舉行 《香港信報》28日報導 蕭亞興不在名單中 網上盛傳他出事 也有人認為他的職位張有變 而現任《公信部》副部長張克劍 黃江平等人當選中共二十大代表 外界懷疑他的出事 說跟中共高層權鬥有關 7月27日 黨媒人民網用很大版面 刊登胡春華撰寫的長文 以習近平總書記 關於三龍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指引 奮力開創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新局面 胡春華負責三龍 扶貧 商務 貿易工作 同時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還兼任國務院 根治拖欠農民工工資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和國家脫貧 攻堅普查領導小組組長 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表示 由胡春華來寫一篇談農村工作的文章 《順理成章》 但頭號黨媒如此大版面 刊登他的長文 顯然是要傳達某種重要的政治信息 胡春華在這篇長文中 50多次提到習近平 卻對李克強隻字不提 胡平認為 這樣表明胡春華是藉此文 向習近平表態效忠 胡平指出 胡春華不是習家軍 而且在黨內有重要地位 二十大習近平志在三連任 胡春華這一表態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而黨媒發表胡的文章 當然也有抬高胡地位的作用 他預測 今年秋季召開的中共二十大 胡春華肯定會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而且有可能接班李克強 出任國務院總理 胡春華原本就是中共元老內定的接班人選 在十八大政治局中 有兩個六齡後 一個是胡春華 另一個是孫政才 胡個排名在孫政才之前 胡平稱 意味著當時元老們的意思 是要胡春華和孫政才 將來分別接任總書記 和國務院總理 然而 在十九大前夕 孫政才被拿下 而胡春華也未能在十九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在二十大上 習近平尋求連任 胡春華則成為接班李克強的熱門人選 在現任的幾個中共副總理中 他是唯一可能留任到下一屆 其他三人韓正 劉鶴 孫春蘭都已經到了退役年齡 胡平表示 習近平在上台之前 沒有自己的班底 親信不多 而且官職都不高 因此習不可能 將所有的重要職位 一下子都分給自己的人馬 以胡春華的實力和人脈 習近平非重用不可 所以胡春華 很有可能接任國務院總理 今年三月兩會召開後 中共現任總理李克強宣布 今年將是他擔任總理的最後一年 《日經》新聞表示 如果胡春華被任命為總理 說明習近平 向別的派別做出了妥協 或者說 他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 習近平的人馬 上海市委書記李克強 也一度被認為 是競爭總理職位的熱門人選 但上海因疫情失控風性 令經濟受到重挫 同時引發各種刺身災害 造成惡劣的國際影響 令到李強晉升之路蒙上陰影